車輛車輛時裝就像一輛車輛般不停轉 十年 二十年後就會有機會翻山 車輛亦是一樣 這一期流行甚麼 就是直錄引擎 就像最新版本的Range Rover Sport 它現在的版本名為3.0 P48 之前在香港一路賣的5.0便會沒有 這個新版本最大的特色 我剛才也提及過 就是採用3公升直錄引擎 過往這十年 二十年 其實只剩下保馬死守著直錄關口 現在最近突然慢慢翻山 Benz有用 風田有用 它Range Rover Sport 又用了一份 新的Range Rover Sport 有五個版本 其中最便宜的版本就是 約摩110萬起標的3.0 P48 SE 這次試駕是最頂級版本的 就是3.0 P48 7S HSE Dynamic HSE和SE不同的分別 當然在外觀上有少許不同 例如它有黑色車頂 還有它的泵把和旁邊的裙腳 會和車身顏色一樣 車價頂級版本就差不多接近150萬 選擇Range Rover Sport 都是貪心實用 貪心實用 貪心實用 尾箱容量至7-8-10L 都夠大 勉強可能放三個大行李箱都可以放到 加上後排有Loading 方便你升降車 放大型或重物品 亦都有 最重要的這個 可以變成第三排出來的7座 相信選擇Range Rover Sport 的香港人 都應該會首選7座 因為多兩個燈都是貴5萬 給它吧 正想說 我剛才在試 究竟微箱平台可以升到多高 而且降到多低 但它升高度實在很誇張 你看 升到小巴那麼高 快要多了一條腰 要上第三排便要手動拉前張椅 再拉上椅背 盡量 貴為超過8萬的車 有電動 摺椅背會比較好 這樣才配合Range Rover 坐上來 還是你當加2座 你又不要當它真的整整7座 因為它的尺寸只適合小朋友坐 想後面坐得舒服一點 前面的車可能要辛苦一點 不過你也是那句 你問香港人多加兩張椅子 5萬元的 Range Rover Sport 的車系向來都是豪華 以及SUV的指標 來到新版本的Range Rover Sport 就跟之前5.50版本不忘多樣 差不多 HSE 和SE 兩個版本 兩者相差10個選項左右 它會多了360鏡頭 氣氛燈 空氣淨化系統 以及13個Speed Car 380W Meridian 音響 Summing Trooper Sport 和之前都是一樣的 中控台有兩個10吋輕觸式屏幕 上面操控一般汽車常用的功能 例如Apple CarPlay 泊車輔助模式 下面主要是操控冷氣 座椅 以及行車模式 當然會有全地形反應系統 有很多上山 砍石的模式 還有一個落場的模式 跳上來Range Rover Sport 第一個感覺是駕駛的位置 給人的感覺是很高的 視線很高 感覺重心偏高 來到新版本 當然重點是引擎 很多人都說他用這部車來試測水溫 看看大家對直錄引擎的反應 他採用了3公升直錄Turbo引擎 馬力達到400匹 扭力達到550Nm 相比之前用的V6計 數據上反而更大了 另外他還加入了48V電池微運能系統 電池便幫忙節省油之餘 亦都可以幫忙推動起步那一下 究竟這麼大一部車 直錄引擎 是否背得起呢 現在上車試試看 我現在用正常模式而已 很快便上升4000轉 其實力量輸出的感覺是線性的 它又不會離開 比你很突日的 但你感覺到中後段 力量是源源不絕地湧出來的 起步這一下也很爽的 但不知道大家聽到嗎 一些切切的聲音 好像引擎有放棄挖腦 不知道是這個直錄引擎設計的特色 是這樣的 一放油就 有聲音聽到嗎 一路踏到中後段6-7000轉 你就開始感覺到車身有點重 數據上的確是不弱的 0至185.9秒而已 比之前的V6計算還要快一點點 我已經把氣壓懸掛調到最低 無論我重心高了一點點 如果你太高速入彎的時候 有少許Body Roll 但不算搖到你很暈很不舒服的感覺 入氣彎上來感覺都很靈活很穩定 始終它有四驅幫忙 直錄機當然還有一件事犧牲 就是引擎聲音 沒有那麼漂亮 它的氣壓懸掛是我很欣賞的地方 它的舒適程度確實在SUV來說 都是數一數二 它的濾震及吸震能力十分佳 無論在山路及市區 你都會覺得坐得很舒服的 換了直錄機 還有Mile Hybrid系統 當然另一個好處就是節省油 相比起之前的5.0 V8計算 它都節省了多少油 現在每百公里只有10.3L 雖然買得到這部車 可能不太在意油費 但如果你真的天天開車 出出入入或是你會長途玩法 小數怕常計都欠差不多四分之一 相比起差不多配備的5.0版本的時候 欠30萬車價 而油費又可以省這麼多 那絕對會比起之前的版本 對於車主來說有更大的吸引力 成績行動 成績行動